中美贸易战引发中国可能限制稀土出口 这促使澳洲稀土供应商莱纳斯 将它视为一个大展拳脚的机会 因为只要市场上缺少稀土 莱纳斯增加供应的同时就可以扩大业务 莱纳斯首席执行员阿曼达 在芝加哥美国稀有金属会议上指出 莱纳斯有望成为稀土供应的替代选择 阿曼达指出 虽然莱纳斯生产的稀土供应不如中国 但作为中国以外地区唯一的稀土生产商 有望和各国企业建立新的关系 接下更多的项目 他说该公司的目标是保持稀土市场的领先地位 只要客户对他们的供应有信心 莱纳斯在中国以外的业务就能够大幅度增加 中美贸易战越演越烈 为了反击美国惩罚性关税 中国上个月扬言停止出口稀土到美国 这恐怕会为美国相关的制造商带来窘境 如增加生产成本 延迟产品生产的期限等 2018年 中国稀土出口量占全球大约70% 稀土由17种矿物组成 能够制成军事设备和高科技的电子产品 不是不放弹的吗? 那么这是我们有一个经历的观传事啊 我们有一个经历的观传事啊 我们有一个经历的观传事